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高血压UP主傅政 今天我们不高血压了 水一期 前几天 当地时间11月9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下令暂时放弃赫尔松部分领土 从蒂涅伯河又按撤军 随着俄罗斯撤军的消息传出 西方媒体开始炒作 俄罗斯的态度有所软化 存在妥协的可能性 有各种关于俄乌谈判的消息传出 我看到金赛人老师出了一个视频 专门讨论俄罗斯放弃蒂涅伯河又按的事情 我不自量力也来跟个风 这一期再谈一谈俄乌战争 因为俄罗斯的军事退却 导致了一些博主这段时间 又在检讨普京犯下哪些哪些战略错误 其实从军事的角度来讲 俄罗斯放弃蒂涅伯河又按 不是一个多么令人意外的决定 远远没有9月份的19母溃坏来的突然 首先 赫尔松西北部大平原无险可守 这里的俄军面临兵力装备和后勤上 占据明显优势的敌军 如果没有地勤的依靠是很难长期维持的 其次 蒂涅伯河的大桥早就被乌军炸断了 俄军的增援后勤都要依靠门桥杜伦 现代战争对弹药补给车辆装备和通信设施的损耗巨大 这种脆弱的后勤很难填补战场的消耗 在此聚集在赫尔松北部的第七空降师 第76空降师等部队都是俄军的精锐 在源源不断的对手面前 拿精锐的空降兵和海军步兵去当田县步兵使用 这是很不划算的 所以从军事的角度来说 真不如把部队撤回到蒂涅伯河左岸修正补充 这样可以释放出大批有声力量 缓解其他战线边缘短缺的问题 现在每一个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士兵 对于俄罗斯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 从国际关系上讲 俄军盘踞在蒂涅伯河右岸 就可能威胁到尼古拉耶夫和俄罗萨 如果俄军占领这两个城市 切断乌克兰在黑海的出海口 这个土耳其绝对不会答应的 因见不远 埃尔多安又不傻 土耳其有北约第二大的常规军事力量 这十年来它膨胀的非常厉害 普京好不容易拉近跟埃苏丹的距离 不可能再把它推出去 过去俄罗斯之所以迟迟不撤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毕竟赫尔松州的首府赫尔松市在蒂涅伯河右岸 它的象征意义是比较大的 但是战局到了这个地步 俄国人不可能不做出舍弃 既然都讲到这里了 我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澄清一些 关于俄欧战争的问题 半年前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俄欧关系史 当时准备了一些素材 还没有用完 这次正好再释放一些出来 当地时间2月24日凌晨 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开始特别军事行动 他在讲话中就不期篇幅地谴责乌克兰当局 对于邓巴斯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 他宣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基辅政权 对数百万人的种族灭绝 几乎与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同时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甲 在联合国召开的紧急会议中就特别强调 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保护那些受基辅政权 而遭受种族灭绝的人 第二天2月25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指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阻止了新纳粹分子 和那些宣扬种族灭绝手段的人统治这个国家 也就在同一天记者询问时任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弗拉基米尔齐若夫 种族灭绝是不是普京总统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 齐若夫回答 你去读读种族灭绝这个术语的国际法定义 你就会发现它很适合 配合这种官方论调 俄罗斯媒体反复宣传乌克兰当局把顿巴斯地区如何如何的屠杀平民 中文互联网的亲俄军事博主也都在强调这一点 所有这些东西似乎都证实了俄罗斯发动战争的理由 就是基辅政权在顿巴斯的种族灭绝等人道主义危机 这个理由跟1999年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的理由非常类似 包括我本人在战争之初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事实很快证明 不是这个样子的 2月26日 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 乌克兰方面向联合国驻海牙国际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 申请书就俄罗斯的战争行为提起了诉讼 那么乌克兰方面就是这样强调的 俄罗斯联邦谎称乌克兰在卢干斯克和顿捷斯克实施了种族灭绝行为 并在此基础之上承认了所谓的顿捷斯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然后宣布并实施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乌克兰的态度很清楚呀 你们俄罗斯捏造了一个关于顿巴斯种族灭绝的谎言 以这个谎言为依据发动了对我们的侵略 但事实上是你们俄罗斯倒打一耙计划对乌克兰发起种族灭绝 你们既然说我们搞种族灭绝 那么好 我们提请海牙国际法院依据防止及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第九条裁决一下 看到底是谁在搞种族灭绝 看看你们俄罗斯发动战争的理由站不站得住脚 老实说乌克兰武装 尤其是一些右翼极端民间武装屠杀俄罗斯族平民 事实俱在是不容抵赖的 但这些屠杀平民的事件到底有多么大的规模 有没有达到种族灭绝的地步 它跟乌克兰政府有没有关系或者有多大的关系 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为止有没有一个可靠的说法 重要的是 俄罗斯方面在三月初向海牙国际法院提交了一份官方回应 按照俄罗斯的说法 你们乌克兰确实有种族灭绝的行径 但不好意思 我答你们的理由并不是种族灭绝 种族灭绝公约不是我们出兵的法律依据 普京总统在2月24号的电视讲话中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呀 我们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 完了还专门附上普京2月24日讲话的英文稿和俄文稿 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这样的委定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 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 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讲到集体自卫权 我就想起东亚某国 一旦该国解禁了集体自卫权 他就变相的获得了向海外出兵的权利 言归政治版解释一下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 他说明联合国只承认两种战争的权利 第一 安理会有权通过武力制止任何战争或人道主义灾难的风险 第二 任何会员国在遭到攻击时都有自卫的权利 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 联合国不支持其他意义上的任何战争 联合国宪章对于战争的限制来自于古老的永久和平愿景 早在1918年1月4日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讲中就抛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 其中最后一条是 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设立国际联合机构 这一条成为了后来国际联盟的构想 第二年 1919年 威尔逊总统就把国际联盟的构想带到了巴黎和会 我曾经引用过他在巴黎和会演讲中当中的话 本次战争中自由的胜利意味着一种精神主导的世界 道德力量强风穿行于世 若人逆风而行必将耻辱而舵 按照威尔逊的许诺 光明战胜了黑暗公里战胜了强权 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和平人道自由开放的世界 那么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坐在一起成立一个旨在保障永久和平的大型国际组织呢 这个观点吸引了当时中国的知识经营 当时大家纷纷翘起大拇指称赞威尔逊总统是世界第一大好人 比如有一个叫康尤维的人甚至认为公里战胜强权标志着人类历史 开始走向他预想的大同时代 而1920年北洋政府还在今天北京中山公园南门那个地方处了一座公里战胜的牌坊 遗憾的是 就连美国的盟友英国都觉得威尔逊这人实在啥的可爱 著名英国政治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就是提出什么世界岛枢 枢纽地带的家伙 就嘲笑威尔逊纯属赶石毛 在一贯有灵活道德底线的戴因看来 凭借一个普遍的国际组织就想实现永久和平之纯属持心妄想 和平只可能建立在各大军事集团实力均衡的基础上 永久和平的美好陷阱并没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烟消云散 在某种程度上 二战的罗斯福主义是威尔逊主义的改良版或修正版 有美国学者就把罗斯福的对外政策概括为区域国际主义 就是既捍卫威尔逊主义的原则 又承认斯大林丘吉尔的实力范围 在威尔逊的国际主义框架下尽可能的平衡丘吉尔斯大林的区域强权 这就是联合国构想的理论基础 在永久和平愿景的指导下 联合国宪章剥夺了会员国发动战争的古典权利 所以我们今天的国际法专业学生都不用再去学习战争法 但是战争的阴霾却从来都没有因为战争法的过时而有丝毫的退散 联合国宪章没有取消战争 他只取消了宣战 他没有带来永久和平 只带来了越来越频繁的不宣二战 195亏败之后 9月21日 普京正式发布了部分动员令 就有军事博主 奇怪 俄罗斯怎么还不跟乌克兰宣战 美国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了 为什么不宣战 但事实上二战以后 国际社会就极少有正式宣战的例子 一旦宣战 俄罗斯会面临很多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困境 总之俄罗斯对特别军事行动的定性是自卫 是先发自人式的自卫 而不是人道主义干涉 尽管俄国媒体一直在大力宣传乌克兰当局对顿巴斯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但这不构成普京宣布出兵乌克兰的基本理由 俄方会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说明 海牙国际法院不享有对俄乌战争的管辖权 乌克兰当局提出诉讼是无效的 最终海牙国际法院以13票对2票的大比例优势通过了裁决 要求俄罗斯立即终止军事行动 并不再支持其他武装组织采取军事行动 要求俄乌双方保持克制 不要进一步恶化局势 海牙国际法院的裁决结果当然不这么重要 反正他也没有能力向俄罗斯执法 我国的薛汉勤大法官在解释他 为什么投下反对票时就提及 虽然国际法院的仲裁具有效力 但是俄罗斯根本不会遵守 因为国际法院缺乏足够的手段来执行这些判决 撇开是非取之不论 我们有理由相信 对于俄国人而言 联合国宪章第51条比种族灭绝公约更加真实 国家安全而不是乌克兰的人道主义灾难 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问题 然而在俄国人的自我陈述中 他们保卫的还不仅仅是国家主权 他们会有一种更加宏大的说法 请大家注意 2021年7月12日 普京在克里面宁宫的官方网站上 刊载了长文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性 文章一开篇就强调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同属于一个民族 我们是一个整体 西方敌对势力试图利用所谓的民族问题 挑拨离间两国人民 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平等主权国家 普京没有办法凭借个人意志否认这一点 所以他谈的是历史统一性 他认定的这种统一性是高于主权原则的 是一个文明统一体 简单的说一个宗教一种文化 在2014年克里面亚危机以后 俄罗斯就在乌克兰境内 拔布了大量的俄国护照 文明统一体嘛 你说普京把俄白乌三国作为文明统一体 他会怎么看待苏联呢 他在文章当中讲得很清楚 在20世纪20到30年代 布尔什维克积极推动乌克兰本土化政策 本土化政策无疑是在发展和巩固乌克兰文化 语言和身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在打击所谓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幌子之下 乌克兰化往往被强加给了那些 不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的人 因此 现代的乌克兰完全是苏维亚时代的产物 我们知道并清楚地记得 它是在历史上的俄罗斯土地上形成的 布尔什维克把俄罗斯人民 当作他们社会实验的源源不绝的材料 他们梦想着一场能够消灭民族国家的世界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华定边界和赠与领土方面如此慷慨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把国家砍成碎片的想法 到底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可以对某些决定背后的小细节背景和逻辑产生分歧 有一个事实非常清楚的 俄罗斯确实被抢劫了 在普京看来 列宁的民族理论根本是为了最终消灭民族 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和古老的俄罗斯精神背道而驰 它的结果是在一个文明中塑造了三个不同的主权国家 今年2月21日 普京在宣布承认 敦捷斯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电视讲话中 重复了上述对于苏联的谴责 按照他的逻辑 乌克兰再激进地去苏联化 去共产主义化 这恰恰是共产主义 和苏联缔造了乌克兰 离开了苏联 乌克兰缺乏起码的历史依据 所以他嘲笑基辅当局 你们想要去共产主义化 这很适合我们 但我们绝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半途而废 我们已经准备好向你们展示 真正的去共产主义化对于乌克兰意味着什么 因此 我们就会看到一些非常被谬和矛盾的景象 普京当上总统以后 一方面把俄罗斯国歌改回了苏联国歌 劳不可迫的联盟的曲调 并重新填写了歌词 另一方面 又大骂苏联枝解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 一方面 俄国意识形态部门不断的鼓吹和渲染 早已被苏联否定的东正教精神和沙俄文化 另一方面 俄国军队打出苏联的旗帜 喊出苏联的口号 俄国宣传机构向乌克兰地区滚动输出各种苏联时期的文化符号 试图让乌克兰人怀念苏联解体以前的时光 讲到这里 我顺带再补充一个问题 在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混合战争中 使用苏联符号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解释一下混合战争 这个概念最初是美国人提出来的 美国人最初是用来解释所谓的恐怖分子 或者伊斯兰武装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袭击 2005年版的美国国防战略就指出 未来最有实力的对手可能会将破坏性能力 与传统非常规和灾难性的作战方式结合使用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 2007年版海洋安全协作战略中 也特别指出混合战争的三个特点 一 非国家行为体 二 非中国战术 三 分散性的计划 从这里你也能看出 美国人最初炒作这个概念是为了应对所谓的反恐战争 2001年以后 美国人又拿混合战争的概念来解释 它在中东地区遭到的挑战 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底到2014年初的乌克兰颜色革命 在俄国人评估这场颜色革命的时候 就意识到美西方通过这种非正规的战争方式 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所以反过来 俄国人就开始运用混合战争的方式干预乌克兰的局势 以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为代表的 一大批俄罗斯高级军官和军事专家就强调 在大国之间不大可能发生全面战争的现代条件下 非传统武装力量对于军事斗争的价值越来越大 甚至可能完成70%到80%的事情 或者说正规武装力量只能完成20%到30%的事情 所以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当中 需要把舆论宣传信息攻击和收买代理人 策反敌方军队和公民等等一系列工作统一到军事部门的协调之下 让他们能够更好的配合武装部队作战 从俄军2014年干预顿巴斯冲突和2015年到2017年干预叙利亚内战的经验来看 这个路数还是比较成功的 我认为对于混合战争理论的迷信也是今年俄罗斯国防部对于乌克兰形式出现战略误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证明俄军参谋部严重高估了非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它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70%到80%的工作 你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消灭不了敌人其他东西再怎么热闹也没用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先到这里 关于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 关于俄国人对于苏联的看法 我还有一些内容下期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的点赞打赏投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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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